各位大家好,我是高雄科技大學航運管理研究所楊玉池教授 今天主要介紹的是第五章智慧港口的來歷一挑戰 四個大綱主要有四個部分 第一個是有關於全員 第二是智慧型港口的定義跟概念 第三是智慧港口之發展現況 第四是客戶題目 談到這個智慧港口其實最早是研製於德國的漢堡港 它所推行叫Smartport 它是兩個主軸 一個是有關於智慧港口的物流 當然全球比較優化的一個供應鏈 還就是提升它的運輸網絡的效率 第二部分是提到有關於智慧能源 如何使用分子能源 然後能夠特別是新能源 能夠減少能源消耗 跟減少污染服務的排放 那這個呢是談到我們在談到智慧港口的眼鏡 從最傳統的就是做裝卸服務的傳統物流的階段 到配送到中和物流階段 到港口工業甚至到第五代的物聯網 才達到所謂的智慧港口 當談到這個物聯網的一個智慧港口 當然重要是透過這物聯網平台做整合 然後打造一個就是中和的運輸與港 跟所謂的行運的特名性 那到包括就是主要是放供應鏈的功能 能夠達到所謂的港口相互的聯盟 然後立社環保 所以節能減碳的一個概念 那這個是有關於第五代物聯網的智慧港口 它所涉及的一些特性 包括港口聯盟的議題 還有立社、低碳港口、港口物流、智慧港口、虛擬無水港 無水港一般是在就是內陸型國家 它沒有海港 它必須要透過這個無水港 來做它的貨物的轉運回運輸 還有就是我們講港口物聯網的部分 那如果你對一個交流智慧港口的概念 做一個數月式來做分析的時候 它是等於物聯網、紮漲、人工智慧部分 那到物聯網看出來就是它能提供很多優化的作業 那包括就是智慧港口其實在 它可以提供包括資訊的流通跟交換、分享等等 然後讓這個資源更有效力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就是這個智慧港口一些案例 包括就是單港所推行的SmartPort 那當然它有很多部門針對所謂物流、能源、工業 還有港口設施來講做通訊的連結都有在推動 那漢堡港呢也是利用這種數位科技 可以讓港口推行的更順暢 所以可以讓它就是 不管是貨櫃、車、司機或是火車、列車長 都是不用等待時間可以順利進駐港口 然後提高它的作業量 所以可以提高大概12%左右 當然 因為能夠提高它的作業量 所以就是進出口量的話 可以避免所謂交通的永續 跟防止環境污染的部分 那例子3是有關於所謂的 下面港和青島港和上海港 那當然這港口是越來越先進 就是推行全自動化的作業 在日本的話是有推行所謂2031年計畫 也就是說非常強調所人工智慧 跟所謂物聯網的結合 讓這個港口產生更大的效益 那第二次有關於所謂智慧港的定義是什麼呢 當然在2017年 就是楊詠先教授他提出來 其實他是結合所謂第四次產業革命相關的 不管是無聯網傳感器 還有就是原計算、結色分析 然後讓這個港口的營運能夠無縫接軌 然後特別達到資訊化、智慧化、優化現在港口 那B比的話也是有提到說 透過這個港口的營運呢 也可以監控所謂的傳言 還有就是員工的一個行程 讓顧客能夠達到一個滿意度這樣子 那這是一個在任期間的楊教授所提出的智慧港 它涉及到包括智慧口岸、智慧商務、智慧碼頭 還有就是我們講智慧物流的結合 那談到什麼叫港物流呢 其實在1996年時代經有提到 他其實透過這種港口 不管是工具者、稀後者之間的結合 來克服所謂的時間跟空間的障礙 那1998年韓國海洋水產開發業提出說 一般我們在提到港物流有三個部分 包括船舶進來的地方 還有是靠港的部分 還有是碼頭作業部分 甚至就是有包括內陸運輸的部分 這樣子 所以一般談到如果是智慧性港口的時候 談到所謂的港物流的話 基本上是包括裝卸、包裝、保管、運送、資訊等功能 那因此在談到智慧港物流是 包括很多物流網技術結合在一起 包括通訊、地資訊、即是監控 包括一些搬運的機器人 還有全球的定位 特別最近這流行所謂低軌威脅的通訊 然後無線的通訊技術、無線設備技術 還有自動化的裝設備跟技術等等 那這是一個德國漢堡港IT的一個 推行的智慧的一個港口物 由它所涉及到相關的業者 還有它所提送的一些服務等等 那當然最終目的當然很重要 是讓這個貨物的流通更順暢 那至於港口的定義來說 它有一個優點說 當然就是可以減少港區的一個擁設 然後減少碼頭的等待時間 那當然第三個就可以減少交通中斷的反應時間 第四個是減少彼此的物件 因為它們的資訊比較透明化 第五是最適的運輸路線的規劃 第六是有關於貨物存欄的時間 比較能夠節省時間跟成本這樣子 那這個是第三次談到智慧港口的發展一些關 當然主要提到的是德國漢堡港 商手推行叫SmartPort Logistics 那當然就是相關業者之間 透過這個SmartPort Logistics的一個叫T-System 結合在一起 那可以交換資訊跟物理這樣子 那當然對於德國漢堡港 剛剛還有說過 它比較focus在港口能源部分 如果應用者會再生能源或新能源 促進這個節能減碳 甚至未來是要達到碳中和 智慧港口物流其實對於 沒有交通的物流系統能夠提升 同時呢 能夠最適合的貨物的運輸的實現這樣子 那他們港其實推行十個有關於 所謂的港口建設策略 當然包含第一個提供所謂的即時交通信息 然後使用再生能源的土地電力 還有即時鐵路運輸 通過移動港口訊息 還有港口設施的監控監督系統 然後讓這個空櫃最小化 引進悉寧的存放空間 然後包含就是第七港口的監控的裝置 第八一個港口內的一個電動汽車補給化 還有就是港口附近的停車管理 風能碳能 生物能的再生能源的使用 都是它的重點 那當然透過這圓端計算的之後呢 它Smart Prologistic 特別是在T-Systems跟SAP的聯合開發的時候呢 它可以很多的貨車的一個資訊系統 透過這個圓端的遙控 然後瞭解說他們一個現在的營運的情況這樣子 那當然卡車位置的可視化來講 其實可以了解即是通訊設施 而且可以整合很多車輛 拖車制造商運行的信息結合在一起 所以車輛位置跟裝載情況 停車情況都能在室位化結合在一起可視化 那這個也是一個就是我們講的 在港區的這位港口的時候呢 它結合就是相關業者 運勢物理業者結合能夠分享信息 達到所謂的貨物 人員動態能夠提高最終客戶的滿意度 韓國其實在2020年就推行這個 對於賽夫三港物局 推行所謂的利色智能海港計畫 那當然首先包括第一個就是我們講的 就是航商跟一夜資訊系統的平台 透過AIS然後結合在一起 那航行就是2AIS 然後資訊可確認就是航行傳播的位置 所以可以增進海上的交通安全 還有港口設施跟資訊的數位化 所以可以讓我很多資訊的可視化跟分享 還有智慧港口的物聯網的整個跟技術 都是它很重要的一部分 還有港區內智慧自動物流的系統 那當然包括物聯網資訊化的開發 可以減少港區人力跟降低營運成本 當然很重要是提升港區的安全性 那釜山港其實有推移這個叫做 數位的一個叫連升平台 那監製為數位連升的一個平台呢 利用AI然後針對港口韌性 然後做監控模擬依測等等 然後釜山港也是一個叫示範的一個場合 能夠提供無機通訊的一個演練場合 來作為未來航運新技術的規劃區域 當然他們也在推行所謂的AZE全自動化作業 那包含也包括物品感測器 還有人體的監控等等都在做 還有遠端的遙控的橋式機 透過5G的通訊 然後在遠端的操縱室裡面由人員操縱 那當然還有包括一些有關於港區外的通訊的即時資訊 能夠接收 所以他們的系統就越來越多 這是一個他們韓國智慧港口的一個概念圖 然後包括就是智慧燈塔 還有無人船 特別是他們的規劃無人船的進出來講 結合他們造船業 然後還有就是智慧裝卸 眼端遙控橋式機的作業 還有就是貨櫃自動化 還有智慧運輸 港口運輸中心 智慧貨櫃 或是我們講的整個館子中心 都是他未來的進程 那這個是另外一個是有關於 他們推行所謂海上的一個物流 包括是高端自動化 它讓土山港 光安港 輪山港 能夠設立所謂高端自動化碼頭 然後第二是有關於港口中心的智慧物流網絡的建構 然後智慧港口的請求 然後營運投入 然後港口自動化的資料庫建立 IOTIC的海上物流體系投入管理 第三是有關於數位維持管理投入 然後另外重點是有關於數位化的一個港口記錄 包括善用所謂的數位化技巧 提高港口生產力安全性跟 立社的環境性 AI、IOT的眼端操縱的技巧 連結港口技術等等 在日本來說的話 其實剛才有提到的是 他們所有在2018年國旅交通推行 所謂的2030年的一個叫做中長期發展計畫 那當然很重要他做一個叫連通港 日本列島跟世界的其他國家的港商港 然後連結 然後第二個就是創造這個港口的價值性 然後第三個是有關於創造這港口的智慧性這樣子 然後這個是在港口在他們在規劃2030年的港 玩的時候是爆發兩個重點 第一個叫Cyber的一個Port 另外是叫Physical Port 實力港還有一個是網路港 那當然結合起來他有創造最新的一個價值 那再看到國土交通省所公布中長期的政策 203年港灣的政策裡面 他有列集到八大政策 那其中跟所謂的智慧港和物理有關係 是叫可用訊息通訊技巧實現 智慧通訊跟港口的強化是他的重點 那談到這個第七的部分呢 就包括就是第一個是擁有世界高水平的一個 生產力的人工智慧碼頭 還有第二是有關於革新的通訊 還有包括就是有關於港網手續的簡化跟電子化等等 那當然還有其他的細節 包括自駕船、雙吊小車的喬治基 還有善用所謂的AI 讓貨櫃的儲存最小化 AGB的搬運車 還有貨櫃立體的儲存 還有就是自駕化車隊的運行 還有包括也是遠端的操縱自駕化的一個車機的最大化 當然很重要是要改善所謂的作業的一個勞動環境 戰略的單其實剛剛提到 其實主要推行是智慧的物流部分 特別是結合所謂的數位物流跟自駕化物流結合在一起 在能源跟產業開發 包括港圈、風力、開發等等 電力再轉換都是他的重點 剛剛的設置來講當然缺化強調就是輸軍的動作 然後還有是運營的合適化都是他重要的部分 那當然在傳奇設立感應器可以隨時接收水溫的資訊等等 那還有世界港口城市 那當然對路德丹來講不是只有港口 包括他城市的革新跟曬黃境的創造都蠻重要的 港口設立來講當然包括現況的分析、新興研究來講都是他的一個重點 所以路德丹來講他是在2025年就規劃所謂的叫做港內的航運連通網 所以他要建構一個叫做口岸暗變數位化模式 就是收取很多的透過傳感器來收取很多的感應器 收取很多的資訊 包括就是設置在碼頭、博案、博柱或道路上 收取方法就是氣候、溫度、風速、水位等等數據 那就可以提到提供給所謂的港務人員可以做決策 然後收取來所謂港務處理的時間 那也方便就是讓船舶進出港和貨物能夠撞卸這樣子 台灣港務公司其實也推行這個Smartport的概念 就是包含第一個是全球定位化 然後可以確認一下這個運輸載具的位置跟排程 然後第二是有關於自動化車輛的位置 可以提供港口、海關 可以運輸業者、他們多元的業者的了解這樣子 那包含就最傳統叫進出港的貨占系統 也是一樣透過這種監控系統的了解 他貨會進出的一個情況 當然在第六位中心 還有第六位中心推行所謂的 我們叫利能的貨位碼頭 跟全自動化的貨位碼口 這是他的一個概念圖 就是第一個當然要達到這個自衛港口裡面 包含就是創新、優質、永續 目標是安全、效力 當然購命包含測、入測 那網絡的部分就是無線網絡 無線通信、資料整合、雲端計算 那感知的部分 包含接收器、感知器跟所謂的辨識的技術 那設置方面就是我們講他們傳統的有關於物流方面的 包括VDS、碼頭、旅客中心、還有倉俗等等作業 那這是他們所說的涉及到一些新的系統 包括潮船的智慧系統、物聯網海象系統、還有港灣智慧的調度整合系統 當然應用在川普協會調度方面 還是機器人包括水上跟水下的一個對設施的一個監督 還有港區智慧安全的一個管理 還有港機交通都提供很多訊息 到GPS的定位之後 了解說到底這個目前在港區的篩設情況如何 還有自動化的貨物碼頭 包括第六櫃、第七櫃 還有就是未來的萬海、第五貨物中心 都會做全自動化的作業碼頭 那這是他的一個概念圖 就是剛才所說的涉及的部分 那幫我港灣的一個智慧的一個監控 超傳智能輔助 就是在這個航行範圍之內就不會產生Around 可是超出之後就會警告這樣子 因為避免碰撞 還有港灣智能調度 最主要是說喘息的調度這樣子 還有還是機器人對於GPS港口的設施的監控跟維護 還有就是有關於 互聯網的所謂的海氣象的系統 可以隨時徵收現在的溫度、水氣、濕度等等 還有潮叉 還有自動化會碼頭是目前所推行的 然後港區的一個交通路運的聯網這樣子 那這個是他們的概念圖 就是一個大樹裡面的 它透過這個數據的共享加值 然後產生的很多的一個相對的其他的功能 第四是有關於客戶的題目 就是有關於一個例子 說根據前述的一個智慧港口的案例 建議福利商港在港灣在戴戶作業 要怎樣實施所謂的智慧港口策略呢 當然第一個就是 就是建設人工智慧的全自動化碼頭是一個趨勢 包括日本也是一樣 地位中心都是實施所謂的全自動化碼頭 那當然未來就可以迎接所謂的智慧傳播來臨 第二是有配置無人機 然後做監控的一個功能 然後對於港區的作業安全等等 車輛等態做監控 港湖流系統其實提升滿重要 對於包含港毛和戰武系統結合 然後可以未來做加值 那對於整個包含就是 不管是或是追蹤 港部進出自然系統還有海運的港灣物流系統結合 都滿重要的 第二是有根據智慧港口的案例 來說包含港口的 以備有附地的話或採新來的策略呢 第一個當然就是我們參考的時候 第一個能夠智慧交通管理系統 並有港級附近的停車管理 然後第二是有關提供即時的交易信息 這可以參考 所以德國漢堡港上的推行 叫做ITS 叫做Intelligence Transport System 叫ITS 智慧交通運的系統 當然方便通信掌握 其實通信 然後就是避免塞車 尋找最適合停車位 這是它的結合地方這樣子 OK 我的名字叫楊玉齒 如果有任何問題 請寄Email給我 agyng at nkust.edu.tw 謝謝各位的聆聽 謝謝拜拜 謝謝各位